主課場比賽的模式跟制度非常好 因為它可以透過主課場的制度 第一個讓更多學生可以投入這項活動 然後也可以接到地方上或者是地區上的一些更多的人可以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調整是非常的好 而且也跟以往的賽事不一樣 學業跟球技並重非常重要的是因為 或許球員在打球的年紀可能在他30歲左右 那可能就是會因為年齡的關係就會退休 那其實會跟著他一輩子才是讀書的一些內容